辽宁 贪污 第一案 有关罗亚平的传闻很多 传得最厉害的一个是 因为相貌丑陋 情感无处寄托 而导致心理失衡 罗亚平竟然疯狂敛财过意愿 用这些钱买官买权买感觉 买爱买情买难色 其实早在案发之前 俯顺不少人就用五个字 来形容罗亚平了 很丑 很疯狂 说他丑 是说他皮肤粗糙黑红 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 还是肿眼泡 脸上其他部件 也都分布得松松垮垮 说他疯狂 是说他为人急无休养 擅长撒泼耍赖 一贯蛮不讲理 1960年12月 罗亚平出生在 府顺市郊区的一个小镇 从小养成了霸道专横 为所欲为的性格 高中毕业后 不久便结婚生子 在府顺市郊区政府 承建局团委做通讯员 十年三十八岁的高士强 仪表堂堂 相貌英俊 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是那个时候 罗亚平所接触的男人中 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罗亚平疯狂地爱上了他 高士强当时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他的妻子是顺城区某局的一名干部 两个儿子也都很优秀 罗亚平看准了高士强骨子里的懦弱 千方百计地诱惑他 最后终于将他俘获成为自己的情人 两年后 高士强调任顺城区某局局长 罗亚平开始了夺夫大战 开始逼婚 他到高士强和他的妻子各自的单位又哭又闹 直闹得两个局鸡飞狗跳 天翻地覆 有关领导出面做他的工作 他便拿出撒泼耍赖的看家本事 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 嚎啕大哭 他睡了我这么多年就白睡了 太欺负人了 他是领导啊 要负责任啊 我要去中央告他 哭够了 闹够了 他跳起身来脸色一转 放下狠话 告诉你们 谁要是敢逼我 我就先杀了他全家再自杀 我反正都这样了 我怕什么 夺夫大战整整进行了两年 最后 高世强夫妇双双投降 离婚了事 高妻净身除户 罗亚平带着女儿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 与高世强的两个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成功地将仰慕已久的优秀男人强夺到手 罗亚平心话怒放 但生性懦弱的高世强经过这场变故 却自觉颜面尽失 称病在家休养 整天哀声叹气 当时已经升任成建科科长的罗亚平很不以为然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一个破局长吗 大不了咱不干了 我给你弄个房地产公司 你下海我当官 咱们一家两制 保你比以前混得好 但是 这强举豪夺来的婚姻很快让罗亚平尝到了苦涩 凭借手中的权力 他真的让高世强当上了房地产老板 可在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家庭里 夫妻 婆媳 继父继母 继子女 每天矛盾不断 争斗频发 纵使罗亚平是只强悍的狼 在一群时刻怒目而失的羊面前 也会心生含义 无法忍受 眼见情场再次失忆 他开始将心思和精力转向官场 他要以官场的得意和升迁 证明自己 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罗亚平胆子大 撒泼耍赖是他的拿手好戏 单位有什么事摆不平 领导让他出面就能马到成功 渐渐地 罗亚平成了顺城区的一名干将 奴隶争取表现的同时 他还不断以行贿等手段换取升迁 罗亚平的仕途一帆风顺 1997年 随着市政府搬迁到这里 顺城区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开发 罗亚平此时已是该区的发展计划局副局长 是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有了权就会有钱 有了钱就会有更大的权 罗亚平的人生进入权钱的恶性循环之中 2002年 罗亚平兼任该区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主任 当时俯顺时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这些巨额资金不但没有由财政部门收取 甚至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 这就是罗亚平将国有土地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 检查机关指控他的第一项罪行 就是在这个时候犯下的 2004年7月 高世强投资开发顺城区15号和14号方块土地建幼儿园 向土地经管中心缴纳380万元征地费 结果一转身就被罗亚平又全部带回了家 罗亚平一方面肆无忌惮大贪特贪 一方面不忘吹嘘自己 毕竟还是给顺城区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他俨然当地的财身仪和大功臣 公开在区政府大院宣称 是我弄来钱给你们开支的 是我养活你们 没有我 你们都得去喝西北风 保暖思言语 罗亚平也不例外 只是他的言语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控制语 他很清楚 因为相貌不佳 一直以来没有一个男人真正爱过他 可现在不同了 他有了权也有了钱 他要让男人都环绕在身边追逐他 爱他 他要尽情地掌控他们 享受他们 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 罗亚平把目光描向了下属 小自己十二岁的葛峰 他首先提拔葛峰做自己的副手 然后不费吹灰之力 又将他发展成情人 为了与葛峰安心地享受偷情生活 他出手就是一百万元 命令他把家里的事摆平 不要让老婆来闹 此后 每逢出差开会 外出考察 他都让葛峰如影随形 在腐顺的时候 只要他需要 也会一个电话 就把葛峰叫到酒店 欢爱一场 区里的一个主要领导 仪表不凡 罗亚平看向了他 一天下班 他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说 今晚你跟我走 我让你发笔小财 领导乐颠颠地跟罗亚平上了车 谁知道 罗亚平竟将车 直接开到了一家酒店 带他进入了一个豪华套间 看领导有些发懵 罗亚平从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 拍了拍说 这是五万块 是我孝敬你的 但是 你要陪我一个晚上 领导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亚平 你开什么玩笑 罗亚平把钱扔在床上 调笑道 你是我领导 我哪敢开你的玩笑 我知道你身边的女人都很漂亮 但是 你就不想换换口味 尝尝丑女人的味道吗 结果 不知是这个领导 不敢得罪眼前的财神仪 还是被这厚厚的一打人民币击倒了 总之 那天晚上 罗亚平成功地将自己的上司 放倒在床上 第二天早晨 他将那五万元 塞进了领导的口袋 此后 只要罗亚平高兴 就带着这位领导去发小财 也许是实在缺乏发财的机会 也许是领教了罗亚平的慷慨大方 这个领导也从来不扫他的兴致 两个人配合默契 各取所需 各得其乐 罗亚平的胆大妄为 引起了当地很多百姓的不满 大家联合起来四处上访 有的人甚至威胁要他的命 未免遭报应和不测 罗亚平索性又包养了 两个有黑道背景的社会青年 给他们买车买房还给钱 需要的时候供自己享乐 遇到什么风吹草动 就带在身边当保镖 2006年 罗亚平再次升迁 任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 离开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之前 他历见小情人葛峰接他的班 让他做了土地经营管理中心的主任 此时 罗亚平已经像一列失控的火车 朝着罪恶的深渊几尺 利用那两个黑道情人 纠结社会上的流氓地痞 对那些不如其搬迁的洞迁户 一律 竖竹武力 棒打石头砸 然后顺理成章地侵占他们的洞迁款 以洞迁户的名义做假账 然后伙同小情人从土地经营中心 骗取补偿款 装入自己的腰包 接下来 罗亚平还会用什么疯狂手段来敛财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谢谢大家